尊敬的战友们好啊 今天是7月16号 今天是休息不断练 那么今天早上 这个我六点钟起床一直工作 把这个即将开庭的几个案子 几百页的文件看完 得认真哪 不认真是不行的 这个天道愁勤哪 老天爷是公平的 然后呢 把很多 把很多 这个有些 关于香港那些 我没看那些视频 好好看了一下 特别是昨天晚上在现场 香港还在闹的 包括前天 另外一个 因为美国朋友给了我一个工作 让我把很多的 他们所了解的文件 希望我看完以后给他们回复 所以说昨天 大概从四点钟 四点钟开始 我睡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醒来以后 一直是很兴奋的工作着 中间还回去又躺了一觉 又睡一小时 感觉良好 今天还不断练 但是呢 一大老 从华盛顿来了一拨人 一拨人 现在紧急到办公室 要求尽快建 我本来是 这个约了是在办公室吃午饭的 现在呢要提前 原因特别简单 香港进入了紧急时刻 香港进入紧急时刻 大家明白吗 我说什么紧急啊 他们说他们有很重要的情况 了解到香港进入了紧急时刻 那中吧 那咱都去吧 对吧 赶快沐浴更衣 香港我还不知道啥叫紧急时刻呢 然后呢 昨天啊 台湾的朋友跟我这个通话 咱们郭媒体可火了大了 就是因为啊 郭台铭 咱们准确预测他选总统 最后又准确预测 他的生意会下滑 身体也会糟糕 然后 而且啊 这个非常困难 导致 人家现在说是班农和郭文贵 把这个特任郭 郭台铭给整个 在党内就给灭了 我们没这本事 我们可不是台湾黑手 这都是郭台铭的事 都高看我们了 班农和我都没这本事 但有一点 战友们要高度关注 香港进入什么紧急时刻 发生什么事啊 然后 这美国这么关注 想干啥呀 这美国有多少黑手啊 现在这共产党 在内部说文贵是黑手 你说文贵要有这个黑手的力量 还在这块天天爆料干啥呀 是吧 就不是爆料了 文贵既不配也不是 这都是孙力军 为了折挡 他在香港的所谓的设计 向中共中央的承诺的失败 转移视线 同时帮助江家 江明恒 江志成 通过上海银行 把盘国大楼的给拿走 始终没改过 所以说 现在香港的同胞们 越来越看明白了 没任何可能性 和共产党弄 只有一条 双普选 现在林郑月娥 赤姿不让池 那就逼着林郑月娥 你要和这些 学生们同归一进吧 那就戒严嘛 抓人嘛 所以说 可能这紧急跟这有 跟这有关系 看看吧 战友们 我说今天就是不锻炼 向大家报个平安 有什么情况 再向大家汇报 亲爱的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